大家好,上一期呢,我们讲了通过宇宙规律来构造一个投资的大框架 其中提到,投资大盘是绝大多数人最容易的一个投资方式 但是呢,要是只投大盘的话,大家肯定觉得这个游戏实在是太简单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让这个游戏变得更有趣一些 来讲一讲现代资产配置 我们理论结合实际 先看看各位大牛的一个理论框架 然后结合我自身的实际操作经验 给出一个零门槛 每个人都能操作的现代资产配置 理论部分的核心还是一句话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去选择个股 把很多个股票组合在一起 就认为,OK,我已经分散了足够的风险 但其实啊,你的所有资产投资还是在股票里面 特别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一个国家的股票 在这个情况下,那一旦发生经济崩盘 那你一框篮子里的鸡蛋都打碎了 所谓的资产配置呢,就是以股票为核心 引入一些其他的资产来增加抗风险的一个能力 第一种资产类型呢,就是债权,比如说国债,公司债等等 简单来说,就是你把钱借给国家或者公司 他们会给你一定的利息 第二种呢,是指新兴市场的一个投资 所谓的新兴市场呢,最简单的就是中国的股市 第三种呢,叫大宗商品 这一部分主要指的是工业生产的一个原料 比如说一些有色金属,铜铁铁啊等等 还有一些比如说石油啊,天然气 最后呢,还有那些农副产品 玉米啊,小麦啊,大豆啊等等 这些都属于大宗商品的范围 第四部分呢,又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块 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包括自住房,投资房 以及所谓的房产信托 英文的缩写就是REITS 最后一类资产类别呢,叫做其他投资 比如说黄金,白银,而最近比较火的 加密数字货币,狗狗币,比特币,以太坊 既然我们有了这么多可以一起进行随意组合的一个投资资产类别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理论部分 第一个理论呢,就是现代资产配置理论 作者呢,就是Harry Markwards,这个老哈肯牛逼了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长的得主 现代资产配置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我们来快速看一看老哈的这个理论 假设你的横轴是风险,纵轴是回报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股票啊,债券啊,是你可投资的资产 如果通过把这些资产进行任意比例的组合 你可以在上面留下很多个点 通过一系列数学计算,能够找到最优的那个资产组合 它呢,风险相对较小,收益相对比较高 比任何一个单一资产都要更稳健 这就是老哈同学的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理论 再来讲讲第二个理论 定投能够打败投机取巧 这个理论的创始人呢,是Berton Malky 这个老波同学啊,他是普林斯顿的教授 他写过一本卖得还不错的书 叫做A Walk Down Wall Street 其中主要讲的就是说 经济有一个自然向上的一个趋势 在有效市场的假说下 你这个短期的波动基本上是随机的 不能通过所谓的技术分析去预测一个市场 而是呢,稳稳当当的去定投大盘 轻轻松松的打败各种所谓的 基金经理啊,技术分析,打扭啊等等 从他的理论演化出来的一个投资方式 就是以美国的大盘为主 以一定的比例,安时分别的投到其他的资产里 并且坚持不懈 比如说,你就每个月拿出100块钱来投资 其中70块钱投美国的股票 20块钱投中国的股票 10块钱呢,去买一些债券 然后坚持不懈的投 这个小波同学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做Wealthfront 帮你每个月以这个固定的比例去进行一个机械化 自动化的一个投资 我们再来讲讲第三个理论 风险评价模型 他的创始人呢,是Ray Dalio 这个小雷同学 他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 调水公司的掌门人 他给他的基金起了一个很牛逼的名字 叫做全天候风险配置 意思就是不管这个经济是好还是坏 我的投资就是最牛的 能够对冲经济危机的一个风险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他的理论 他的混坐标是风险 纵坐标是回报 上面的每一个点都对应于一个投资产品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的投资产品 他有自己的一个风险和回报 右上角呢,回报高 但是风险也大 并且大多数都是股权投资 左下角呢,能在股票下跌的时候 也获得一定的收益 可是整体收益较低 如果把它们简单的混起来 那么分散是做到了 不过收益也降低了 所以说难道收益和风险 真的是愈何选长不可兼得吗 雷大佬说不对 我就是既可以获得高收益 又可以降低风险 既然有这么好的事情 不妨让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假设有投资产品A 它的平均收益是15% 还有一个投资产品B 它的平均收益是5% 并且它们像翘翘板一样 一个表现好一点的时候 另一个表现就差一些 如果按照50-50的比例平均买入 那么平均的回报就是10% 虽然不如都买产品A 但是风险也小了很多 我们再来看看桥水的方案 如果你给产品B加上三倍杠杆 再按照50-50买入 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不管翘翘板怎么翘 你都能获得接近15%的收益 对于一个低收益的对冲资产加杠杆 再加入投资组合 这就是桥水核心的 风险评价模型 那既然我们看了这么多牛逼的理论 感觉是不是手痒痒 一定要来操作一下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讲 万众期待的实践部分 邦尼一学就会 这里呢 我给出一个参考答案 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进行适当的调整 核心的思想就是 根据现代资产配置理论 进行一定的分散 以定投的方式参与投资 在低回报的部分加入适当的杠杆 比例上来说 我个人会选择主要的部分 比如说50%来配置美国的股票 原因在于呢 美股还是全球最好的资本市场 有着最优秀的上市公司 投资美国的股票可以选择的方式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使用基金 当然也可以选择大盘的ETF 比如说SPY 如何选择基金呢 可以专门拿出来讲一讲 这里我就直接说说 我自己选的几个基金 主要包括三个方向 一方面是高风险 高回报的成长股方向 第一个呢 是这个Morgan Stanley的基金 它的sticker是MSEGX 可以直接买 这是主要代表一个成长风格的一个基金 所谓的成长股 就是说高风险高回报 大部分呢 是一些科技股 比如可以看看它的主要持仓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耳熟能详的科技公司 前五名分别为 Amazon Square Uber Shopify 和Twitter 这个基金的表现非常不错 当然它的波动也会更大一些 第二个基金呢 是Vanguard的这个Dividend Growth 它的sticker是VDIGX 这个也是可以直接买到的 这个基金主要是一些价值股 走的是一个稳健的股息 成长的一个路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主要持仓 前五名呢 主要是一些美国传统行业的大公司 包括第一个United Healthcare 主要是Insurance 第二个American Express 是Credit Card投资公司 然后Johnson Johnson啊 McDonald's啊 Cocacola 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大公司 并且它们会给出 不错的一个股息的回报 主要适用于 以比较稳健的 追求一些现金流的投资的风格 第三个呢 我们再来看看Fidelity 推出的Fidelity Select Rating 它的代码呢是FSRPX 这个也可以直接买 这里我所说的 都是可以直接市场上买得到的 并且不需要很多钱 就能够直接投 几千块就可以开始投了 选择这个的目的呢 主要它是聚焦一个零售行业 零售行业在疫情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并且它对我来说 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分散化 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持仓 我个人科技股会比较多 所以我并不喜欢这种成长股里面 都是科技公司的这种类型 而这个Fidelity Select Rating 正好能够提供这个功能 原因就是除了这个第一个Amazon以外 其他的都是一些传统行业的 特别不错的一些零售商 包括这个Home Depot Lois是最大的家具装潢 装修行业的龙头 Target就是销售 所以呢 买Fidelity Select Rating 可以给我提供一个较好的分散化 并且它的收益也不低 原因主要是由马逊 占了它Portfolio 18%的部分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 Amazon这个公司的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基金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最后我们可以结合 这三个基金和SPY进行一个比较 SPY就是SP500 是大盘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15年的跨度 从2005年到2021年 其中表现最好的呢 是这个MSEGX Growth Stock 这个也可以理解了 基本上就是主要是科技行业的 一个快速的发展 特别你可以看到 从2020年之后 这个快速的科技股的 一个上涨的趋势 然后表现第二好的呢 是这个Select Rating 其实你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时候 这个Select Rating 这个Fidelity的这一个 它的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 并且呢 在这个2000年之后 它也有一个快速上涨的 一个趋势 其中表现比较弱一些 当然也比SPY要稍微好一些的 是这个VDIGX 当然也可以理解了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 传统的价值股 并且是一个 补息增长的一个风格 选它就是为了 一个稳健的成长 所以它这个回报 也是属于比较不错的 这三个呢 希望大家能够 可以自由的任意组合 获取适合自己的 一个投资风格 讲完美股的部分 第二部分的股票 我会选择配置 10%的中国股票 原因在于 中国是快速发展的 新兴市场 而且中国的这个大盘 和美国的大盘 总体来看 是一个复相关的一个关系 我选择的投资 中国股票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选取ETF 当然你也可以去 中国国内开户 选择中国的激进等等 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如果你从美国 直接投资ETF的话 你可以选的是 ASHR 相当于是一个 护身的大盘指数 也可以选择更激进一点 选择创业版 就是对应的CNXT 主要就是一些 中小型的高成长的公司 对应美国的一个 成长股的概念 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 目前来看呢 创业版的表现 比这个护身指数 要稍微好一些 整体的一个股权投资 就占了60% 包括50%的美国股票 和10%的中国股票 投资的方式呢 就是以每个月 固定拿一些钱出来定投 在股权之外呢 我还会配置 20%的房产相关的部分 其中自住房 就不算在这个范围之内 主要是指投资 投资的话 包括投资房 关于投资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期的视频 之后也会来展开讲一讲 投资房主要是一个 非常好的加杠杆的机会 因为现在美国利率非常非常低 所以你可以通过贷款 来加入一定的杠杆 第二部分呢 是REITS 就是房产信托 大致的概念就是 有一个大的投资公司 它比如说管很多的商业地产 公寓啊 酒店等等 它可以把它打包 进行一个上市 你可以像买股票一样 去买这个REITS的服务 它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股息 同时如果这些地产的 本身的价值上升了 那么这个对应的股票的价值 也会上升 我个人比较看好数据中心 其中我买过一个股票 叫做QTS 最近也是被黑石收购了 黑石是全球最大 投资REITS的一个 私募基金公司 这个黑石私募本身 也是可以投资的 上一期我们提到的 能够投资Structure Notes的 花街小姐姐 它也能帮你投资 黑石的私募基金 这个如果有需求的话 也可以来联系我 再下一部分呢 是债券 主要选择了10%的 一个资产配置 债券部分 我个人最主要投的是 加州的政府债 原因在于 它可以提供一个省税的功能 它的所有的利息 既不用交州税 也不用交联邦税 投资的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基金 买Vanguard California的基金 对应的Sticker呢 是这个VCITX 它的所有的持仓 都是加州政府的政府债券 比如说这个State Government 和City Government 发行的一个债券 并且它是不用交税的 然后另一部分 更容易买的呢 是国债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券 选择这个TLT的原因呢 主要是由于它和大盘 是一个互相关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下 橘黄色线的部分呢 是SPY 蜡烛图呢 是这个TLT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 特别是在2020年的时候 受到疫情的影响 其实大盘有一个 快速的下降的一个过程 而在这个阶段呢 其实如果你买入TLT 进行一些防御的话 可以获得不错的一个收益 当然之后 由于这个风险逐渐减少 所以大盘开始单调的上升 这时候呢 TLT就对应一个下降 所以呢 它可以产生一个 对冲的一个效果 最后我会投10%的部分 到Alternative Asset 就是一些其他的投资 包括一些有色金属啊 金银啊 比特币啊等等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去年 经过了这么多轮的大撒币 会有一个对冲的风险 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宗商品 已经有了一个 很高的一个价值的提升 所以我主要买入 10%的其他投资 用来对冲一个通胀 大致我就讲了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资产配置 再次提醒大家 每个人他的投资风格 都是根据他自己 对于风险的一个偏好 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而产生的 所以呢 你只能把这个 当成一个参考答案 根据这个来结合自己的情况 自行修改 选择最适合你的投资的方法 好 今天那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帮助你打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资产组合 不管是经济泡沫 还是经济崩盘 都能让你躺着数前 当然我知道大多数人啊 追求的就是 股市大赌场里面的操作感 一定要亲自下场 买卖股票 全打巴菲特 脚踢索罗斯 那下一期呢 我就来讲一讲 各股投资 如何像相亲一样 去选择股市中的高富权 下期见